今天我們來到豪德寺 這裡有名的是多貓 多招財貓,真的一千上賣,超級多 今天就要試試這支Viltros 27mm 1.2 來到這裡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東西,就是要買招財貓 我就買了一隻,其中一隻,就是這隻 斗尺寸的,超級小,一隻手指這麼大 另外一隻800日圓就會大一點 如果買回來之後,你的財運增加了 其實你就會拿回這裡來供奉 所以你會看到這裡周圍有超級多的招財貓 其實就是因為人們完成了招財的工作之後 就將他們供奉在這裡 然後你就會再買一隻,再大過這個尺寸 再拿回家,再放 所以這件事也挺有趣,這件事也挺有趣 這件事也挺有趣 太多小了 很久沒看啦 我們不要再抵駁一下 那都沒看啦 那些地方都沒看啦 然後,我嘴巴在那邊 然後,在那邊 就好看啦 本身豪德子這裏的環境都是超美的 除了可以看招財貓之外 其實其他自然廟的建築 大家也可以來看看 接著說回這支鏡頭 這支就是Viltros的第二支Pro系列的鏡頭 都是有1.2光圈的 還有就是27mm 1.2 基本上就是原廠都暫時給不到這個規格 雖然這支鏡頭看起來好像很大支 但實際上我拿上手就不覺得非常重 而且它的手感都頗有金屬感覺 整體的造工其實都不差 比起之前Viltros的鏡頭 我覺得真的有少少的進步 但比較可惜的是這支鏡頭上 竟然沒有了AF和MF的切換鍵 究竟為什麼Pro系列的鏡頭 可以突然間沒有了這個小顆呢 我也想不明白 看回這支規格這麼突出的鏡頭 在1.2光圈全開的時候 畫面中心已經算是挺可用的了 收拾了1、2級光圈之後 可以說是感想添花一點點 但在XH2的4000萬像素感應器上 去到11或16光圈 就已經因為擾射現象 令解像力降低了很多了 畫面邊緣的表現 在1.2光圈的時候 我覺得已經算是很不錯了 對畫質很有要求的話 去到4光圈 其實就已經非常不錯了 再看即散的表現 1.2光圈 還要副廠鏡頭來說 這支是真的非常小指邊的 基本上全開光圈都是沒什麼問題 拍攝了一段時間 我都覺得這支鏡頭真的挺有驚喜 以這樣的規格來說 你真的想不到 它基本上全開光圈已經可以用得到 是真的非常鎖 比起上一次我試的 75 1.2 我覺得這支是更加誇張 真的想不到 但是光圈質素上 是有驚喜 但是控制器的能力 是很明顯真的差一點 有時候會看到一些 非常強勁的Fair會出現 而且對焦速度不算非常高 但是我自己就拿上手去試過 這個Snap Shot 其實你用XX2這樣的機身來計算 你是多半秒 等它對一對 其實它就已經可以對得到 一般街頭的Snap Shot 我覺得都還可以應付到 當然前提是你都不要非常大光圈地拍攝 鏡頭最近的距離就是0.200米 微距的放大率就不算非常大的 但是日常生活拍照基本上都夠用 分別不算太多,你也不撫到 不算太多,你會用XX2的工作 悉,到XX2的工作 就算是隨便宜,來自詞 加星3的工作 不算太多,你會用XX3的工作 不算太多,你會用XX3 去買天賣的工作 在XX3的工作 有XX3的工作 Lens Braving 方面都会有点明显 虽然 27mm 不算是很长的招距 浅景深方面靠一点耳光圈 都要有点近的距离才会比较不明显 但我觉得它 Outflow 的位置过度 都是挺自然的 最后就看它映夜景首的声望表现 在过头上每个字面上应该将是最小心的 再加努力 再加努力 10这里 加热箱 三面 整體來說,以這個價錢加上這個規格 如果你不是真的在意它的尺寸的話 其實這一支都真的非常玩得過 它的性價比其實是頗高的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這一支真是以富士的用家來說 是可以值得入手的 不知道你們有什麼想法 可以在下面留言說說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